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黄马度过两个平凡赛季 斯内德对比元首亚平宁半岛 正是因为他的到来 为莫里尼奥的队伍奠定核心 成就了大国米赛季 斯内德1984年出生于荷兰乌德勒芝 年仅7岁就进入到新蒙工厂阿加克斯清训营 斯内德进步很快 成为荷兰新一代的希望之星 为满19岁就代表荷兰国家队出展 之后逐渐成为成一军团的核心人物 为荷兰队立下汉马功劳 终于在2018年9月7日 斯内德上演在荷兰队最后的告别赛 至此正式退出荷兰国家队 斯内德起步于阿加克斯 成名于阿加克斯 在这里他从一名毛头小子成长为中场大师 在阿加克斯他拿到了所有荷兰国内冠军头衔 为阿加克斯出场180次 打进58球 斯内德也和很多阿加克斯前辈们一样 在即将步入巅峰的时候离去 五大联赛的赛场更让他们大展宏吐 2007年8月 斯内德加蒙西小豪门皇家马的礼 在银河一击后时代 斯内德 罗伯 范德法特等组成了皇马的荷兰邦 皇马内部矛盾重重 和同时期团结一致 的蒙三队形成鲜明对比 在斯内德加蒙黄马的首个赛季 黄马夺得了那个赛季的联赛冠军 但是怎么看这个赛季的冠军来的有点小幸 黄马内部的问题已经开始显现 2008到2009赛季 黄马完全受制于巴伐 球队的所有问题 显露的清清楚楚 这支球队不得不推倒重建 斯内德 罗伯等和篮方球员成了黄马重建的牺牲品 但是也成就了斯内德最辉煌的赛季 加蒙国米 斯内德很快进入角色 成为穆里尼奥手下不可或缺的中场大将 在一甲赛场 AC尼拉渐渐衰落 受电话们影响的邮人还未复苏 国米的一所向拼你 在欧冠赛场 国米披荆斩棘 半决赛压倒强大的巴塞罗那 与老队友罗伯所在的半人混诗决赛 然而巧合的是这一年的欧冠决赛场地 就是他们熟悉的伯纳乌球场 在决赛中 斯内德表现突出 助攻尼利托破吗 最终国际米兰2比0立刻半人穆尼黑 时隔45年再次夺得欧冠冠军 国米内阁赛季还夺得了一甲联赛冠军和意大利杯冠军 成为了一架首支三冠冠军队 穆尼利奥因此风生意大利 2010是世界杯年 世界杯首次来到非洲大陆 荷兰黄金一代已经成熟 斯内德在世界杯比赛中打进五球 帮助荷兰队杀入决赛 也许这就是无冕之王的宿命 荷兰黄金一代遇上西班牙梦幻一代 伊尼斯塔加石绝杀 荷兰队0比1不敌西班牙 无冕之王再次无冕 斯内德在年度金球奖班 奖礼上 仅获得了第四名 或许这就是冠军与亚军的区别 国米多得三冠王之后 莫里尼奥离去 老将萨内蒂 马特拉奇等渐渐老去 不再有老日的斗志 国米的辉煌停留在那一刻 斯内德也渐渐受伤病的困扰 竞技状态开始消滑 国际米兰大不如前 斯内德选择原则土耳其加拉塔萨雷 加入吐超 意味着将远离顶级联赛的关注度 斯内德渐渐远离人们的视线 直到2017年夏天 斯内德加盟把甲球对尼斯 重新回归五大联赛 在尼斯仅仅度过半个赛季 已经34岁的斯内德再次离去 前往卡尔杜金 如今他已正式退出了荷兰国家队 等待的就是选择退役 再见 斯内德 明天会 advisors아� бат Roberts 再次赦装 再次赛装 感谢观看